妳今天這一套穿對了 妳今天這一套穿得很對 天啊 好好看 好海風的是不是 真的 我覺得妳這站真的覺得超好 因為我之前經過的時候 其實我就以為 就只是一個木造的小房子 我就走過去了 我不曉得原來這邊是一套車站 我跟新浦的相遇就非常地巧妙 我那時候就是上台鐵的網站 看一下下拉選單有哪一個站 我覺得很好奇 我沒聽過或是沒來過 結果沒想到第一站 就發現這麼棒的一個小站 它的棒就是就像我們講的 妳看站在這裡 前面就是海 這是西部剛才現在離海 最近的一個車站 所以我站在車站前面 我就看到大海 另外就是 妳看它整個木造這個色調 它又不是那種深色的檜木 它是有點淺色 像你的草帽一樣 那個淺色拍起來是不是超美 真的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來的時候 有點驚訝 因為很多現在這種木造 他們都會再重新上汽什麼 雖然我覺得上汽是一種維護 可是就會失去原本的那個味道 可是在這邊你還可以看到 時光在上面留下來的痕跡 對 稍微有點斑駁 然後它的這個叫Y形柱 就是整個木造車站有一些特點 譬如說Y形柱 還有我們在側邊看到的牛眼窗 那牛眼窗就是以前幫助車站 通風 日照這些的 就這一些算是歷史上面建築的特質 它都有把它保存下來 然後還有一個路標非常地特別 叫做 海邊 而且它的英文翻譯也很有趣 海邊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去海邊了 我們去海邊吧 剛剛都聽一下 我媽妳在旁邊拍起來 對 大家都在旁邊 這個車站很棒 可以讓就是老少嫌疑 或是只有觀光工廠 才會老少嫌疑 在一個美麗的地方 就是大家也可以拍照的拍照 奔跑的奔跑 也可以老少嫌疑 好遼闊 看海心情真的超好的 而且今天天氣太好了 我覺得這個景真的很棒 左邊大風車 右邊大風車 正中央就是海 我會形容這一條路線 像是一個純愛的山坡路線 純愛 妳不覺得我們在新埔車山 那種就是很像是高中 談戀愛或者是 青澀的戀愛時期 對 所以就是很純愛的散步 好像是那個 你知道兩笑無猜 有一點點小曖昧 沒有散步的時候 手要這樣子碰 這樣子 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像就是 跟著另外一半 或者是帶著家人小孩來 海邊這樣子海邊散步 其實是會很享受 那個靜密下來的時光 然後加上這邊其實 我覺得人不多 反而有一種那種 小祕境的感覺 可是它其實離火車山很接近 對 我覺得第二天旅行有 比較步入軌道 漸入佳境 因為第一天說真的就是 可能太熱了 然後爸爸一直講話 媽媽一直講話 小孩子一直講話 就讓我覺得 在萬華車站的時候 一度有點想要放心 一度想要放棄這個旅行 想說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需求 我好像有點應付不來 有點遮蓋不來 因為我覺得第一天的時候 還會有一種 很想要強求 全部的人都一起行動 很希望說 我覺得這裡很好玩 或是走這一段路 我覺得看還很棒 拜託你們支撐一下來 所以就會一直Cue你爸媽 對 我就會有一種 拜託你過來 求求你看一下 我覺得很棒 可是我覺得 到第二天的時候 我覺得也是看別人家 就是看Windy跟他爸爸媽媽 還有小朋友溝通的方式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學識 親子溝通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在 自己的家庭 跟自己的爸媽溝通 看了別人之後就說 原來有這種解法 對 所以我覺得 從你身上我就是學到說 其實也不用強求 我覺得很漂亮的地方 也許我可以拍回去 然後跟他們分享 這其實也是一個 一起出遊的模式 大家現在他在那邊 然後在車站拍拍照 他們得到他們想要的回憶 我們來這邊 威蜜小錢 對 然後講他們壞話 沒有 講他們好話 對 思考怎麼樣在接下來的天數 可以更好地跟他們相處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 算是放鬆的小方法 其實我覺得 這一點也滿重要的 旅行這件事情沒有對錯 只有喜歡或是不喜歡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式 有些人會覺得 我背包客闖天涯很厲害 好像你跟團就比較 就是沒有那麼厲害 或者是階層跟我不一樣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也會這樣想 覺得好像自己浪跡天涯 非常有膽識 但後來就會發現說沒有 其實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喜好 這個喜好沒有誰比誰優秀 它就是一種 你享受生活的方式 再次 將會 我上次 你不信任 你不信任 更多 你不信任 我住了 你不信任